继上个月底长达六个半天的高规格政治局整风工作会议之后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又将战火呢延烧到了军队 7月的7号和8号两天 习近平召开了一次中央军委专题会议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延续了上次向政治局开刀的基调 发出了火药味浓厚的警告和五点原则要求 对于习近平近期的做法有评论分析认为 虽然他企图延续中共的统治 但是又无回天之地可以说是干着急了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专题会议上 正式向全军下达所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动员令 随后在公布的会议通稿中 习近平提出措辞严厉的五大要求 尤其是第一条 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 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 带头维护中央权威 维护军委权威 不能有半点含糊 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习近平警告的火药味极其浓厚 时政评论家蓝述指出 习近平意识到中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急需要军队听话来维持他的统治 恰恰在这个时候军中已经彻底腐败 而习近平在军队的绝对权威也还没有树立起来 各种势力四分五裂 习近平只好发出这些狠话来警告各派势力 一旦社会不稳的时候 中共内部各个集团之间互相的争斗 那就有可能演化成政变 不管哪一个利益集团想要搞政变 首先都要抓军队 习近平在目前他已经感受到了 来自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对中共的这种厌恶和中共的这种腐败 无能的唾弃军官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听他的话的话 在这种尖锐的党营矛盾之下就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习近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至今颁布了一系列整治军中歪风的规定 比如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中 规定不喝酒不跑关要关等 还有例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 要求全军更换新式军车号牌 以及在全军内清查房地产等 不过这些规定收效甚微 以前段时间要求军车换牌照的规定来说 几十上百的将军大校就敢明目张胆的抗命 中共中央也不过就是不痛不痒的警告一下 蓝述认为习近平企图借反腐整风来清除异计 树立自己的权威 但是步履艰难 整个的军队大环境设定腐败化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可以给军内的高官好处换得他们的忠心 但是呢 你让他们不腐败 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他只有发这些狠话了 所有的这些军队的高官 跟政府的高官一样 你给他好处他就听话 你要他不腐败 你就等于是把他的手上的好处要拿走 他怎么干呢 专栏作家夏小强认为 习近平上台后的一些改革措施 触动了中共利益集团 特别是江泽民利益集团的利益 遭到了江泽民势力的抵抗 因此习近平近期发出了清党的信号 夏小强说 军中反腐的真实目的是清洗军中 江泽民和薄熙来的势力 为所谓的打大老虎 周永康和江泽民做准备 不过夏小强指出 中共的体制发展到今天 维持统治的动力只有利益关系 在中共军队实施任何反腐措施 除了能在短期内加强个人的权威外 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共的统治危机 夏小强说 与民主国家相比 中国的军队不仅是中共的党卫军 维护的是中共的统治和对民众的镇压 甚至军队决定了党内政治斗争的胜负 因此中共各派势力中的任何一方 如果不把军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就等于是把政治前途交给了对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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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